《穿剧金子》 《穿剧金子》的足迹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600多场的演出记录证明了它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 《穿剧金子》囊括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文化大奖 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等剧目类所有的国家级大奖 20年的时光 戏日趋成熟 而演员却日益老去 如今 全剧六位演员已有三位年过七旬 年龄最小的也50岁了 因此 将《穿剧金子》拍成电影就显得日益紧迫 实际上《铁媒》这个电影 例如《梅花强》数字电影工程已经五年时间了 但是《铁媒》迟迟迟很长时间没拍摄 它一直也在考虑这个拍摄的样式 在苦苦的寻迷当中就发现了 就是一个美国大都会他们的拍摄方式 还有就是NT的这种拍摄方式 他们都是一曲同工 就是保留舞台的呈现 但是又用电影镜头的这种电影方式来拍摄 英国国家剧院的国家剧院现场 简称NT-LIFE 是在演出现场进行高清多维拍摄并卫星转播 以高清影像的方式覆盖剧场外的人群 NT-LIFE即是对舞台现场的真实记录 又利用镜头的选择 变化引领观众视角 增强戏剧效果 力求让每一位观众获得最棒的冠具体验 以这样的形式记录穿剧金子 这个想法在神铁媒的脑海里也长达四年之久 期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拍摄团队 最终寻找到这个团队 因为这个团队他们有极其丰富的拍摄 这类型的经验 最终神铁媒选择了导演索尼亚组建的英国团队 虽说中外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剧组队伍也越来越国际化 但完全由外国人来拍摄中国的传统戏曲 他们真的能解读好吗 很多人心里还是打一个问号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讲 哎呀中国戏曲中国人都不懂 外国人都不懂 我觉得中国人不懂是很奇怪的 外国人懂是不奇怪的 因为外国人他们长期就是看 要走进去场看戏 他们有一层欣赏的这种就是种子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不懂 还有待我们自己去努力 去让他们更多的人懂戏曲 导演索尼亚第一次看《川举金子》 就喜欢上了她 学音乐出身的她 对神铁媒的声腔艺术 尤其赞不绝口 对神铁媒的声音乐出身 我认为她是一个很棒的艺术 她是一个很棒的艺术 因为她不只唱每一首歌 也不只唱每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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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加了她自己的表情 她也加了她自己的表情 她感觉她感觉她感觉 她感觉她感觉 对神铁媒的声音乐出身 喜欢并理解一部作品 相对并不困难 而能够对整个舞台了如指掌 并用镜头选择最该聚焦的试点 传递给观众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面对语法结构 完全不一样的中文 索尼亚在拿到翻译成英文的剧本后 仍然一头雾水 因为她虽然知道了句子的意思 但是无法对应地理解 每个单词的含义 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观看了无数扁金子的录像 并和摄影师们 一起做出了分镜头粉 在正式拍摄的前一天 他们又认真地核对了一遍 戏曲本就是综合度很高的一门艺术 除演员自身唱作念打的 综合素养之外 乐队 音响 灯光 化妆等 多个工种只要通力配合 才能完整地充现出剧目的魅力 而当舞台与影像相融合的同时 则有多了许多需要交流磨合的地方 我常常觉得这个红不能太乱 我就感觉红红有点乱 而且这个底 我觉得这个底好像不够嫩 是不是感觉这个底不够嫩 而且是黄不够还是什么 我就觉得 你就是说底彩 底彩可以加点橘色 我觉得应该发黄一点 是不是应该好一点 先橘色 电影版金子 要求最大程度的还原舞台 力求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 有身在剧场的感觉 只有幅画造型上 更偏重电影一些 现在这个造型是比以前漂亮多了 帅多了 你一直都很帅 谢谢 因为这个没有连到他们的车 录一段然后再回头看 它看得很漂亮 它看得很短 你愿意他们站在哪里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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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完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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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说非常感谢 他看了眼 他觉得这已经比原来的 这边很接近了 他们就先把这个录像拿回去 研究一下 终于到了录像的那天 事先报名参加录制的观众 如约而来 他们现场真实的关剧反应 也是电影的组成部分 虽然这戏都演了二十年 六百多场了 但这次演出前 六位演出金子的老戏骨们 还是免不了些许紧张 我的扇子院呢 有二十年我用了 那是第三年 把扇子做的 那是第一次用 不大好刷 昨天有一点没刷好 像我们这些演员 大年纪大了 大家都有这样病 那样病 都是坚持病过来 你看我戴这个帽子 我就不敢取 病了一个月了 重感冒 不能动 就是开机那天 都是人扶着来的那天 那几天好多了 过前面那一个星期的话 走路都要除拐棍 走不动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为了这个戏呢 抓紧时间吃药 抓紧时间看病 台下还带着生病的眷容 可一上台 陈雪塑造的恶婆婆娇母 依旧气势十足 我女儿就跟我说 她说妈妈 你上了台是一只老虎 你下了台呀 就是一只直老虎 直老虎 我说我是个纸老虎 把他们笑得不得了 是上去的人就变了 什么病都没有了 那个戏呀 就是能治病 娇母的戏份比较多 剧院专门给陈雪老师 在侧幕准备了休息的凳子 非常感谢她 非常感谢 你看我们那个整场 要是没有这个团结的 那么一个意思的话 肯定是搞不好的 一般说服装 道具 音乐 灯光 舞美 这一切包括舞台上的那个 两边呢 就是抢台的 那个管理什么的 一切大家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们都相处了二十年了 磨合了二十年了 太宝贵了 真的是太宝贵了 我们这是一个团结的团队 原来的团队 原来的团队 长青搜 南北那喜 过梦北口 寶 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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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的帮风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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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的演出一气呵成, 当晚,英国团队就制作出小样。 第二天一早,各公众一起观看录像, 寻找需要改进的地方。 现在就是那个魂想的那个面子受到了很大, 我们要做一下旧, 现在有点就是说不够太干净了。 我们可以把一些的电影机器移到肌肉的肌肉, 那天看完了以后,这个问题都已经看到了。 那天,在浩天再继续去调一下。 金子呢,就把盖头搭上来以后, 它这个应该是怎么样呢? 有一个大权,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录进来, 然后到中井,到金子的特性。 因为你要告诉他, 自己先盖头, 这是在中国封建的时候,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他自己先盖头是代表金子的个性。 反抗。 旁人都觉得这个女人, 她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 她怎么可能自己觉得她? 不违归啦。 因为这些人,她都不违归。 所以,你愿意让我们移动一下她, 之前她把盖头搭起来。 所以,当她把盖头搭起来, 我们就把盖头搭起来。 对。 但是,她不是说是关注的, 她只是说是单独的拍摄。 对。 第一场录像更像是一次彩排, 接下来还会以相同的方式拍摄两场。 最终的电影版本会从三场录像中选取最好的部分, 拼合成一台完整的大戏。 目前,电影版《穿举金子》正在英国进行后期制作。 据悉,下半年有望登陆院线, 以最好的关键模式与观众见面。 我非常幸运地有这个机会 与这些美丽的艺术形成为更多的公众。 因为人们可以在电影或在电视上观看电影。 他们不会花太多钱, 我希望他们会感到感受它。 我们谢谢。 在NTLIFE 风靡世界的今天, 神铁梅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模式, 将穿具、将金子带向世界更广阔的舞台。 总书记讲中国文化自行, 中国文化走出去, 走出去就是要用最好的作品说话。 那么我们可以借用科技的这种翅膀, 让我们中国传统戏剧, 翱翔在世界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